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我要试的车就是这台 吉利冰月库 看它的样子又小包围又大尾翼 这么战斗格 又是一台卖运动的自助买车型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自主车喜欢做运动呢 我觉得其实是被迫的 你看看轿车销量板前列位置都是什么车 轩逸考拉 明明是一种家居买菜车是我们国内市场 最好卖的轿车 为什么自主不做呢 其实他们做了只是卖不动 卖的不好 根本不能撼动销量板前列这些 合资老大哥的江湖地位 所以搞搞运动 发现市场表现还不错 就算挣不了销量 都挣得了不错的声浪 所以吉利的运动代表又来了 看看今天这台车挂着运动的外表 内在是卖什么的 既然说要卖运动 那肯定要穿一身好看的运动服才可以见各位对不对 不可能搞个凉鞋西裤就说卖运动 说都没人信啊 所以呢 先来检视一下吉利宾月库的这个外星觉得酷不酷 运不运动 那要说运动 现在什么小包围大尾翼黑色的各种套装呢 绝对少不了 它也不缺啊 全部都有黑色人骨什么都有 就这个卡钱的黄色呢 我觉得小气的一点应该要搞再大一点的卡钱才对 其实要说这些外观的小的事件呢 真的没有MG或者引爆来的这么夸张这么用力 但是它好的一点呢是它的质感不错 尤其这个颜色 今天看这台车在路上呢 有几个人真的不认识的 就过来看看 他不是问我什么车啊 他问我这是什么颜色啊 他觉得这个颜色特别远看像贴膜的 近看发现不对我车漆来度这么亮 还有散粉之类的 可以告诉各位这个颜色叫做很厉 凶狠的狠啊 这个颜色可能是这个宾月库搭配起来最不错的颜色 所以呢 这台车的外观你说它运动不算很夸张 但是质感真的不错的 吉利宾月库在它还没有加酷 还叫冰锐的时候 其实它的运动属性并没有那么强 就是一台正常的精品A级家用车而已 但现在呢 就算加了酷 我发现呢 它内在的底子并没有变 它的后排空间 它的尾箱空间 哇大家看看 我跟摄像觉得 哇把我们的所有装备塞在里面 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又平整又好用 后排空间做起来也不错 所以整台车尽管 你看搞得这么多发神 这么多装饰 但它内在这种空间水平 还依然相当好 还是一台空间很实用的车来的 说真我本来以为这个冰锐库 就是个冰锐 搞了一些运动的包装而已 但是当我点着这台车 点一点油门 哇听听这个排气 那个低沉的声音 再看看门板这边 哇电脑RGB的这种彩色的灯带呼吸灯 感觉整个性能氛围突然上来了 很有扎死它的欲望啊 赶紧开车了好不好 那这台车既然要卖运动 免不了一定要跟引爆去比一下了 刚刚说的排气 虽然这台车也做的很沉透 声音的质感很不错 但是要跟引爆比声浪的话 真的比不了 引爆人称什么 四个轮子加四条排气 排气的声音太突出了 就这台排气的气势这种声浪呢 还是输给引爆了 但是它比引爆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这一套动力 虽然都是1.5T加双离合 但它这个双离合低速时候的 这种响应 这种平顺性 明显要比引爆好很多 这台车如果要斯文 要市区慢慢挪动的话呢 还是我觉得比引爆要更加舒服一点 同时 这个动力系统的加速相当不错的 官方加速0到100成绩 7.1秒破百 而且我开起来这种加速感 这种感受是很好的 因为呢 它比之前的冰月比呢 首先动力1.4T到1.5T 从140多马力上升到180多马力 关键 旷的双离合 之前CVT的 哇现在双离合之后 动力整个感受要直接很多 哇加速 那种响应 那种提速的速度感 我觉得还是很好 所以一开起来 特别开快 觉得整个人都很奔紧 很有这种投入感呢 就这台车确实开起来 我觉得整个运动质感 或者运动以外要舒服的质感呢 还是不差的 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运动车来的 那这台车呢 驾驶方面 我最最喜欢的一点呢 是它的转向 哇这个反应很快 而且比例又快 转向的幅度很小 但整个车的动作 我觉得很跟手 我觉得这样才是个好的运动车的 这种质感呢 转向是很关键的 那不过要说开起来的不足啊缺点呢 还是有一点挺明显的 就是这台车还是听吵的 刚刚说的动力系统的声音以外 它的底盘声音还挺多的 不过这一点 我觉得已经不是冰月库单独的问题 是冰月整个车系 它的底盘隔音也不算做的那么好 冰月呢SUV会好一点 但是它的轿车 反倒是没有那么强调 这种舒适隔音方面的表现的 所以这台车确实还是偏运动那么一点点 整个驾驶的氛围比较强烈一些 反倒舒适的这种需求呢 放低那么一点点了 坦白说 我觉得今天我被这个冰月库给迷惑了 我一直以为冰月库就是冰月 加了一个酷一点的外形而已 但没想到它开起来这种质感 确实挺有运动氛围 确实让开的挺过瘾的 甚至它也没有MG引爆来的这么偏刻 平常要开它的舒适性 它的底盘质感还相当不错 想想它的价格95,800 起步顶配才110,800 这样的价格 能给到这样的体验给各位 我觉得已经值了 但是又反省了一下 其实我并不是这种运动车的买家 我不需要这么运动的车 可能真正运动的买家 会觉得它要不要这么斯文的 太收敛 我就要引爆了 碰碰碰的声音 我就要MGN 加速那种狂野的感觉 但是它可能就没有 同价位这些对手 它这么疯狂 这么狂野 太收敛那么一点点 甚至要运动的选择 可能要问阿卓才对 阿卓的选运动车的 这个角度完全不同 他在考虑这台车 怎么改好了 改装件 有什么改装潜力 才是它的需要 所以我并不能很代表 这种运动车的买家 但是反过来 你也可能不是那么极致的运动买家 只是要一台开起来 开心过瘾 但是又保持一定实用性 还要接家人的车呢 这台我就觉得挺推荐的 整个感受相当不错 听到了 肯定又说我充值 对 我就要充值 就叫里门一键三年的充值 谢谢各位到了